从今年5月起,中国开始大力打击缅北的电信诈骗活动。由于长期针对中国公民的赌博和诈骗行为,北京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随后,中国牵头发起了中泰缅老四国警方的联合打击行动。 在短短两个月内,共有4666名电信诈骗嫌疑人被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205名网上载逃人员。尽管瓦邦和猛辣区域采取了坚决措施,但果敢地区的诈骗活动似乎已经失去控制。 据估计,该地区100多个诈骗窝点关押着近3万名涉嫌诈骗人员,但仅交出了377人。中国警方决心彻底清除缅北电信诈骗活动,以确保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 作为回应,瓦邦政府采取行动,突击了40多个诈骗窝点。在10月中旬,猛波县的一个诈骗基地被摧毁。该基地背后的幕后老板,地方军阀组织瓦联军的副总指挥鲍军峰,被捕。 调查中还发现了大量诈骗信息。同时,中国警方对两名逃逸的瓦邦高层官员下发了逮捕令。 报言板是瓦邦建设部长,何春田是蒙能县县长,对他们的悬赏金额为10到50万元。 作为高级官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在生态山庄和春能集团进行诈骗活动,专门针对中国人。 在中国警方公开通缉之后,瓦邦政府为了显示对北京的合作态度,宣布开除这两人的党籍和军籍,并撤销他们所有职务。 我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犯罪嫌疑人发出通缉令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震慑效果。 然而,在国杆地区的诈骗活动已经变得无法控制,这次公开通缉并未使他们停手,反而使得情况更为严重。 在这次瓦邦的突击行动中,位于国杆老街的卧虎山中诈骗基地,在凌晨转移人员时发生了一起悲剧,多名中国和泰国人遇害。 网络上流传着关于1020事件的故事。 据说,当时有四人尝试组织大家反抗并逃跑,但遭到了电渣团伙的残酷镇压。 现场有70多人被枪杀或活埋。 这四名组织反抗的人据称是中国警方的卧底,即便他们已经量明身份,仍然被杀害。 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10月20日,所以被称为1020事件。 由于事件的惨烈程度,一些媒体将其比作另一起湄公和惨案。 尽管此事只在网络上流传,两国官方都没有提供确切的信息,因此事件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 然而,卧虎山庄及其背后的明氏家族因此事件而受到关注。 据了解,明氏家族控制的卧虎山庄是国杆地区最大的电渣园区。 1020事件后,在该家族名下的工地中发现了两具包裹岩石的尸体,有猜测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卧底警察的尸体。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中国警方的高层自然会感到极度愤怒。 但即便如此,一个国家也不能对另一个国家直接使用武力。 在1020事件仅过去一周后,缅北地区便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处乎意料的激烈。 一直被逼退至山林的同盟军,以剿灭电信诈骗民兵团为由,突袭了缅北四大家族。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此前装备简陋的同盟军突然展现出强大的火力,他们不仅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和弹药,甚至使用了无人机,对长期控制当地武力的四大家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使其陷入困境。 至于这些武器的来源,众说纷纭。 然而,在中国无法派遣军队的情况下,缅甸同盟军的突然出击,无意为打击那些受到地方武装保护的电信诈骗集团提供了便利。 弹级缅北的电信诈骗四大家族、明氏家族堪称起义。 明氏家族的领头人明学昌,年轻时与彭家生共同创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并曾担任国敢副县长。 但后来明学昌转变立场,彭家生率领的同盟军遭到缅甸政府军的击败,并被迫转入游击战。 与此同时,明学昌的政治生涯却一路上升,他先后担任过国敢县长、善邦议会议员、国敢自治区副主席等职。 因此,当同盟军与地方武装力量发生冲突时,明氏武装势力成为首要目标。 明学昌的次子明国平,作为国敢地区民兵中队的中队长,与同盟军也有过多次交锋,一起震惊人心的跨国电信诈骗案件。 首先提到了在缅甸一个名为卧虎山庄的地方,军方发现了两具尸体,这引发了对该区域的大规模搜捕。 在此行动中,缅甸军方逮捕了700多名涉嫌电信诈骗的中国籍非法入境者。 紧接着,又抓获了300多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同时缴获了大量电脑和电信诈骗设备。 这些事件揭露了一个以明氏家族为首的电信诈骗团伙。 随后,中国警方发布了通缉令,寻找该团伙的四名主要成员,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 这些人被指控组织并运营诈骗窝点,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及金额巨大。 他们在中国公安机关的强力打击下仍旧顽固不化,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除了诈骗,他们还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犯罪。 这起案件被比作湄公和惨案,其主犯诺康也是一名犯下重大罪行的罪犯,他在多国逃亡后最终被捕,并于2013年被执行死刑。 明家的罪行可能与一个被称为1020事件的案件有关,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在打击电信诈骗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案件。 仍不收敛,不收手表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此案的严肃态度和强烈愤怒。 在国杆地区,明学昌与其他三大家族,白锁城家族、魏超人家族和刘阿宝家族,齐鸣合成为四大家族。 明家不仅财力雄厚,还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具有巨大影响。 半个月前,明学昌作为资深领导人参加了国杆地区的一次重要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不久前庆祝其69岁生日时,当地军政高层军亲自祝贺,足见其地位之高。 尽管如此,中国警方对明学昌的公开通缉令直接打破了其家族的安全幻想。 与此同时,国杆政府对此事态度明确。 通缉令发布当晚,国杆自治区即宣布启动一项反诈骗行动,并表示有决心和能力彻底跟出当地的诈骗行业。 自治区主席白索成强调,目前的清理行动正在加速进行,计划在二至三天内将所有涉案诈骗公司和中国籍人员全部遣返。 更出乎明示家族意料的是,通缉令发布次日,缅北三大电炸家族的核心成员被控制,并录制视频向家人劝详,强调中国政府决心铲除电炸,呼吁他们利用最后机会,主动放开园区,将中国人交还给中国。 至今,电信诈骗的四大家族中已有三个被铲除,明示家族显然也难逃被彻底根除的命运。 中国对于针对本国公民的任何罪行都将严惩不但。 在发布的通缉令中,中国警方用了两个极其来形容罪行的严重性,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毫不留情面。 一个国家的警方公开通缉另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极其家族,足见中国此次的坚决和果断。 不要以为,仅凭武力就能保护这些老领导,中国警方发出的四张通缉令预示着明家的终结。 以前有人在讨论打击缅北电炸时讽刺性地使用战狼一词,如今国家亲自出手,这样的嘲笑还存在吗? 彻底消灭缅北电炸背后,是国家力量和智慧的体现,也是国家尊严和国威的展示。 你是否在某一刻感到祖国突然变得更加强大? 就在这一刻,任何欺凌中国公民的行为,无论敌人在何处,都将遭到严惩。